打着一年一度星光最为璀璨的东风奥斯卡之夜的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于6月15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盛大拉开帷幕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在国外电影节红毯上大放异彩的女明星们 在国内的红毯上却表现平平 怎么都有点自家离开联欢会完全不重视的感觉 因此在一种睡衣范儿家常范儿窗帘范儿的女星中 为数不多的几个发挥正常的女星就成了当晚红毯的焦点 作为比较早出场的小时代剧组 除了导演郭敬明的身高 其他演员还是比较养眼的 杨明一身粉色露空白者蛋糕裙十分清新甜美 而郭彩杰的黑色露背高开叉长裙也显得既干练又性感 作为当天为数不多的出场两次 换了两身衣服的徐若萱也堪称惊艳 先是一身裸色裹胸长裙 女神范儿十足 而后再次出场的她 再换了一袭粉色高开叉露背长裙后 立即变得性感舞昧起来 若隐若现的美腿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而一直以性感著称的莫小琪也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 一身眉红色身微长裙现身的她 大秀傲人双峰 十分吸引眼球 当然女明星以美貌不得关注 男明星想要出位则绝对需要不走寻常路 当晚耿乐与周润发 以他们别具一格的发型 成功地从一种西装革履的男明星中脱颖而出 不过这种突出却是以吓人一跳为代价的 不过男明星打扮来打扮去 也就是那些样 红毯上看的还是要属女明星为主 但是这一届的开幕红毯 想要评出个红毯女神来 我们不如还是等到下一届再说吧 公司娱乐上海报道